昨天全國很多人 包括我在內 都有一種預感 就今天要出事了 不過還是吳子佳最厲害 吳子佳說今天六點就會有人敲門 他查了一個小時 還算厲害 吳子佳是根據他的警頭法 所得來的靈感 但是我呢 我是認為小沈跟運曉維 都急轉直下 然後呢又加上這個柯庇 就以清白之聲 向全國居民同胞們 所做的告別式的 這種記者詐詐會 讓我感到非常的不祥 因為他你看柯庇 跟他當年串起來的時候 完全是另外兩個人 完全是不一樣的人 他昨天是魂不守舍 語無倫次 講得亂七八糟 我覺得他心裡頭有數 他大概曉得該來的 馬上就會到 所以這個演變 現在大家都說 我碰到所有的人 沒有人聽他叫去的 大家不約而同 都問同一個問題 你希望他會關嗎 你希望他會關嗎 我倒是覺得檢調 一定不得不升押 他如果說無保釋毀 那就選擇你去收他 你去約他 就選擇太輕忽了 就太不慎重了 他今天柯文哲的反應 出門的臨場反應 我覺得沒有小沈 也沒有英小薇鎮定 你看小沈跟英小薇 真的是老善感 非常的鎮定 那今天那個柯幣啊 其實是有一點氣急敗壞 第一點呢 他是喊 這是執政黨 執政黨 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 不是政府 是執政黨 所以他就是 說這是黨與黨之間的鬥爭 是執政黨嗎 我覺得 不應該這樣講 還有第二點呢 他已經說沒有證據 現在我覺得 以柯文哲累積的小聰明啊 他大概不會留下很多 就一翻兩根眼的證據 他到目前為止 除了買那個商辦以外 其他的都好像 神弄不見尾 箭頭不見尾 就是說你要真的要把他 一釘敲死 好像敲不死 所以他現在一天 他今天講的最響亮 最有力大的就是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你憑什麼收我 他說你要解釋 這個就廢話了 以他的歷練 以他幾乎接近總統的位置 當然當然搜索的結果 或者今天約巡的結果 或是最後會怎麼樣 就會向全國人民解釋 你為什麼會被收 那為什麼現在 剛到你家就要解釋 為什麼你要收你呢 這個也都是沒有損損 我覺得柯文哲碰到不順的時候 他的原有的水準就急轉直下 那根本就是曉得 他一生這個最風光的思念 已經來到了一個窮途末日的時刻 那邊 我可以按照 好